賣場人員趕緊將生鮮蔬果補貨上架 這是為了因應白露颱風到來 許多家庭主婦都來採買 避免週末強風大雨還要出門購物 這幾天可能不方便出門 所以會享受備一些在家裡 精類吧 然後夜菜會買一些這樣子 買一些乾粱啊 或者是說買一些泡麵啊 這樣子啊 以夜菜類來說 賣場週四晚間就緊急備貨30噸 備貨量比平常多了4到5成 要提供週日前的民眾需求 因為白露颱風預估暴風圈 在週六上午出路 首當其上的花東地區 降雨可能達到豪雨等級以上 東北部以及嘉義以南 則是大雨或絕不幸豪雨 儘管中部以北影響比較小 但還是會有間歇性降雨 明天就是颱風最靠近的時候 今天下半天 東半部地區斷斷續續下雨 晚上明天清晨 東半部的雨會逐漸明顯 而且主要降雨就出現在明天 一整天冰險降雨就在花東地區 不論是平地和山區 最大雨量會落在300毫米到500毫米之間 不僅要嚴防豪雨 台東沿海地區浪高 已經達到2到3米 週六開始綠島藍雨 會出現最大15級的強震風 台東恆春強震風也達10到12級 屏東也有9到12級 儘管週日白天颱風逐漸遠離 中南部仍會有短暫震雨或雷雨 並有局部較大雨勢 而菲律賓海面的熱帶性低氣壓也蠢蠢欲動 最快下週會形成第12號颱風洋柳 但會不會影響台灣 還是未知數提醒民眾要隨時留意天氣資訊 記者楊盛席秀文 按照做台北報導